Hello 大家好 我是帮你学PS的发听老师 那这一个视频呢 我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使用PS进行正见罩换底的操作方法 那其实关于正见罩换底色 我给大家总结两种情况 第一种呢 就是它的底色有色相 例如它是蓝底或者说红底的正见罩 那这样的图片我们在换底的时候 操作方法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去选中这一个图片所对应的图层 选中之后我们直接对它去执行 Ctrl加U 色相饱和度这一个命令 在对画框这里使用小手的图标 去吸取背景的颜色 然后我们直接去拖动色相画块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去更改它的底色了 当然呢 在我吸取之后 有可能它识别的颜色范围是不精准的 那大家来看 那此时的一个人物发丝边缘这里啊 就没有更换成功 它还是原先的蓝色的底色 那遇到这种情况呢 也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直接去使用最下方色彩的滑块 向右去拖动把所有的蓝色底色全部都囊括在内 大家来看在我拖动之后 是不是发丝边缘这里也更换成功了呀 确立好一个比较精确的色彩范围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再次去移动这里色相的滑块 保和度以及明亮度 找到一个合适的底色 这样就可以了 点击确定 换底就完成了 那这是一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它的背景没有色相 也就是它是一个白底的证件照 白底照片我们在换底的时候啊 需要先把人物给抠取出来 然后再执行换底的操作 在抠取的时候方法也非常的简单 可以直接去选中这一个白底照 所对应的图层 然后我们点击财团栏这里的选择 找到下方的主体 选择主体的一个命令啊 它可以快速的把我选中的这一个图层上 图像的主体部位 使用选区给选择出来 在选区存在的情况下 直接给它添加一个蒙版 大家来看 这样呢 人物我就抠取完成了 在这一个图层的下面啊 我们直接给它添加一个空白的图层 填充一个背景的颜色蓝色 大家来看 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当然了 如果放大给大家看一下 你会发现还是有一些白色 我们是没有抠取出来的 那怎么办呢 去选中上方这一个图层的蒙版 鼠标右击 找到下方的选择并遮住 在选择并遮住里面啊 我们直接去使用左侧第二个画笔 那此时你觉得哪里还有背景的摆设 我们直接去涂抹那里就可以了 大家来看 那包括右侧 如果有抠取不怎么好的地方 我都可以简单的去涂抹 那在我涂抹之后 大家来看 是不是抠取的就比较好了呀 那到这样一个状态 直接点击右侧的确定 大家来看 那这一种证件照换底 我就操作完成了 如果你觉得法庭老师的分享啊 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就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帮助大家 从灵机处开始啊 一直到精通Photoshop使用的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 再见